大月嗨 今天我也會角色扮演系列 來到了千移公 這個千移公的位置呢 就在命公的對面 對不對 這個就是跟我自己有個人相關喔 關於千移公這個部分呢 我們知道它有很多的解釋 比如說它代表著 我內心有什麼樣子的想法啦 還有你可能常常聽到的 我在外面會有什麼樣的展現啊 欸很奇怪欸老師 我的內心想法跟我外在的展現 啊不就都是我嗎 它到底有什麼樣的差別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喔 這個大月老師也常常在課堂上 跟同學分享喔 像我個人啊 因為你知道很愛面子 很愛漂亮有沒有 那再加上那個沒有很好的身材啊 所以關於游泳的這件事情啊 通常我在台灣都是華人 都是講中文的地方喔 我是基本上不會下游池的喔 我不會下去游泳 在台灣基本上 我即使在海邊 我都是全副武裝的 才才水而已喔 那麼當我出國的時候 來到了這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喔 放眼望去 都是身材較好的外國人好 不管是哪裡喔 東北亞 東南亞 隨便 但是大部分我們台灣的朋友 我們都會去東南亞玩水嘛對不對 當你到了一個異地之後啊 反正這裡也沒有人認得我對不對 我管他講國語講台語 反正我就把你當作是 其他地方的華人喔 當在這個當下呢 我也不管我的身材到底是好不好喔 那個面子的問題也把它拋棄了 於是我的3.4 就會把它拿出來喔 其實不誇張 我那個衣櫃裡面啊 3.4泳裝大概有十幾件喔 但這十幾件呢 基本上那個都穿不到一次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我在出國的時候 我到了外面 我到了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之後呢 我就可以展現出我內心真正的想法 其實我很想穿 但礙於我在這個台灣地區喔 我覺得我想要把我想穿的這件事情隱藏起來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身材不好 但我有沒有想 有喔 其實我有想的這件事情喔 那也許男孩子比較難體會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喔 換一個說法 其實現在的教育蠻普及的喔 很多小朋友 尤其是現在的小朋友呢 你可能從幼兒園 就開始在學英文了 但以我的年紀其實沒有喔 我大概是從國中 我的年紀是國中才開始上英文課 那對我們來說呢 這個英文程度跟能力 其實並沒有到很好 但畢竟因為我念的是觀光相關科系 所以這怎麼樣這是必修有沒有 基本的口語還是可以說的喔 但是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自己的英文能力 並沒有太好喔 所以當我在台灣遇到外國人的時候 基本上我也是牙口無言 我也不好意思溝通喔 因為我就覺得我怕我說的不好 欸很奇怪 可是當我離開了台灣這個國門喔 我到了國外 我到了海外地區 這些地方呢 一樣沒有人認識我 但在這些地方呢 就是我練習說英文的好時機 所以呢每當我到了海外之後呢 我的溝通能力好像自然間就變好了 其實我的內心有著欲望 我其實很想要好好的訓練我的英文口說能力 但我在台灣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說不出話來喔 但是當我踏出去 我在外面的時候 我就願意把自己內心的這一方面給展現出來喔 所以很多人 基本上應該每一個人喔 百分之八十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我內心會有什麼樣子的想法 但我到底要不要把它展現出來呢 取決於自己個人在當下 在那個環境會決定你有什麼樣子的作為喔 那當然因為你內心有這樣子的想法 而自然呢 你也有可能會展現出這一個面向 讓別人去看到 你可能希望別人看到你是雍容華貴的 那麼你自然會把自己打扮得雍容華貴 對嗎 你希望別人覺得你是聰明的 自然你在外面展現的時候 你就會把話好好的說清楚嘛 這個都是相對應的喔 但是本命盤還記得嗎 本命盤叫做態度跟價值 我的個性會有這一個層面 但實際上會發生 狀況會發生現象的時候 還是會落在運線盤上面喔 就是說我真正會穿上比基尼 其實是在運線盤上喔 那麼我們接著就要把十四祖星 套進去我們的十二宮位裡面 看看每一個祖星 當他出現在遷移宮的時候 我們會做什麼樣子的角色扮演呢 第一個是紫薇星 紫薇星我們一直都提到嘛喔 你很想要理解紫薇星什麼樣一個狀態呢 你先把它想像成一個皇帝一個帝星喔 你要想當有一個皇帝住在你的心裡面 你會有什麼樣子的狀況是不是 你是希望被尊重的 你還是具備有嬌貴的那個層面在喔 所以當紫薇星出現在你的遷移宮的時候 那麼你自然而然有可能就會流露出這個嬌貴的氣息喔 你展現出來的你希望別人注意到你的這個需要被尊重你的嬌貴的成分呢 會影響到你在外面會呈現什麼樣子 第二個叫做天府心 天府心化氣維權喔 我們知道天府心啊 它是希望可以掌控一切喔 所有的事情都要好好的掌控 好好的握在手裡的這樣子的一個心要喔 所以自然而然它會展現出它的氣度 它的大方 它一切可以好好控制的一個狀態 它自然也能好好的掌握它跟外面喔 它對外的這一層的關係喔 只要能夠好好地掌控住我對外人與人之間的這個相處模式喔 能夠怎麼樣地發揮到旗幟 我一定都可以把它做到一個最好的呈現喔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天府心的人啊 欸好像是很好相處呢 他也很好說話也很好溝通也很有能力耶 好像也很好接近的感覺 其實天府心他就是這個掌控能力很好喔 說不定你可能被他歸類在某一類別的朋友當中 但你沒有發現喔 第三個叫做天機心 天機心是一個很會思考 很有邏輯的這樣子的一個心要喔 但是呢也因為他們太有思緒了 太會思考了 所以當天機心出現在牽引中 在內心的時候呢 我有可能在我的腦袋裡面會出現了很多的小劇場 有可能會有很多的想法 會不會展現出來 會不會讓別人知道 這就不一定了喔 但是呢外面的人在看天機心 一定會覺得欸 這個有富於思考的這一位人兄喔 他很有邏輯很有條理 展現了很有智慧的感覺喔 也很有變化 但是其實呢 天機心的腦袋停不了的喔 這一些小劇場 這一些想法 這一些劇本 就在腦袋裡面迴旋 其實呢 這個也是天機心 他們晚上有可能睡不好的原因喔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停止他們內心的思考喔 下一顆叫天良心 我們來想一下 當有一個老靈魂 住在你的內心的時候喔 這時候 你有可能會呈現什麼樣的狀態 成熟 自會溫暖 給予大家很不錯的協助 但有沒有可能也會變成有一些防守 有一些老派 都有喔 就看你展現出來的是什麼樣子 下一顆 擁有赤子之心的天童心喔 天童心喔 天童心呢 它是一個很和善 很樂觀 很好相處的一顆心 要喔 放在這個千宜宮 我的內心有這樣子的狀態 當然我在外面展現 定也自然而然會幫自己帶來非常好的人緣喔 當千宜宮有天童心的朋友們 他們對外的就知道桃花心嘛 對外的人際關係呢 對外的相處的部分呢 大家都很喜歡喔 它是一個非常有好人緣狀態的一個 心藥呢 下一顆 太陽星 我們知道啊 太陽它是一個制定規則的心藥 或一家之主的心藥 當有一個太陽星出現在千宜宮的時候 或許你曾經有聽過老師這樣子介紹喔 太陽喜照不喜作 為什麼呢 當太陽星坐在祕宮的時候 我一切 我十二宮 我所有的方方面面都要掌握 我要掌控 我是那個主導的人 但是當太陽出現在千宜宮的時候 我內心有這樣子的想法 那麼我會不會一樣的給予你照顧 給予你溫暖 會喔 但是當我放在千宜宮的時候呢 我就不會四四都要求 要掌握好那個主導權 所以呢 你一樣是在對外的部分 會給予照顧給予溫暖 卻不會有給人家很強勢 一定要照著它的規則走的這樣子的模式 所以當太陽放在千宜宮的狀態呢 會讓人家比較舒服的唷 所以太陽星呢 除了有給予這些照顧的狀態特質之外呢 它其實也會有讓你有很舒服的 很有好人緣的感覺呢 下一顆叫七煞星 七煞星呢 我們就知道 這是一個很堅持的星藥 對嗎 我不甘心 我不放手喔 在他們的心裡面呢 他們會有一個很堅持的一個意念在心裡面 至於他們想要堅持什麼呢 看對功喔 這時候就要看他的命功是什麼星藥了 來去看一下 我這個在內心很堅持的狀態 我到底在堅持一個什麼特質呢 記得如果當你的千宜宮是七煞星的時候 我的角色扮演就是我會很堅持 我會很固執的去執行我要維持的 我要朝向的目標 但是堅持什麼目標是什麼 看一下對功你的命功是什麼樣子的星藥呢 下一顆叫破君星 破君星呢 它是一個很有夢想 很有目標 很有想法的 這樣子一個星藥喔 當然它也因為這些特質呢 它很能散發自己的魅力 但是要注意一下 在破君星的對功一定有天象星喔 如果你的天象星在沒有任何奇怪的狀態之下 這個破君很能夠展現他的夢想喔 很能夠展現他要追求的目標 但是當對面的天象有遇到煞星啊滑稽 有遇到一些奇怪的狀況的時候 那麼這個位於牽移宮的破君星喔 這個內型跟外在的展現 也有可能會變成不按牌理腐牌喔 這個是一個蠻意外的地方需要注意的喔 下一顆叫做貪狼星 這個貪狼星呢有一句非常好的形容喔 形容它的內型跟形容它的展現 只要我可以 基本上我什麼都想要喔 因為貪狼星它是一個慾望的代表 因為我想要所以我會想要做什麼樣子的呈現 我想要有好人緣 那麼我就會好好的去對待周遭的朋友 我想要有好的學識 那麼我就會好好的去充實 好好的去加強自己的智慧 學習很多的東西 它一切都是慾望的呈現喔 所以會發現當貪狼星出現在牽移宮的時候 首先我的內心跟我的對外的展現 最讓人家有感的就是它會有非常好的人緣 為什麼呢 因為它就是想要嘛 貪狼星是喜歡交朋友的一個新藥 它有這樣子的特質 所以在人跟人之間的互相相互對待跟接觸的部分 貪狼星也是一個高手喔 下一個叫聚門星 聚門星我們知道是個暗藥喔 內心有很黑暗的部分 有一個很大的洞喔 那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不安全感 跟這樣子的一個空洞呢 會讓聚門星的人呢 他們希望能夠被看見 他們希望能夠被理解喔 所以聚門星它會想辦法去運用它可以做的事情喔 讓別人看到它 不要讓它一直屬於黑暗之中喔 那我們一般知道的呢 聚門星有說話這個能力對不對 所以其實他們會充分的運用溝通的這件事情 當然在聚門星在牽移宮 狀態好的情形之下呢 他會好好的運用這個溝通的方式 跟大家來交流 而且他又是一個很博學的心耀喔 他會運用他學習到的知識跟智慧來跟你做交流 那麼比較傷腦筋的是 譬如說當他有遇到一些煞忌的時候啊 或許這個用說話的方式來交流 有時候你會感覺到他可能想要跟你爭辯的感覺喔 那或者是呢 如果你遇到的是這個太陽落線的狀況 我們都知道聚門星很注重這個太陽在盤上的望位 還是落線位喔 如果當你是遇到太陽落線位的聚門喔 有可能它會變成沒辦法跟你說話的狀態喔 這種不散言辭的狀況也是有可能出現在聚門的上面呢 下一個連真心 我們知道連真心是化氣為求對不對 所以連真心啊 這一個既感性又理性的心耀 他們很能夠把自己控制在最完美的狀況底下喔 所以你會感覺到這個連真心散發出來 非常非常棒的一個吸引人的魅力 當然跟他有強大的磁場也是有關係的喔 當他把這一切的優勢都展現出來的時候 真的不騙你就是魅力爆棚的狀況呀 下一個天象星 天象星呢它是一個非常注重人際關係的心耀喔 那麼在人與人之間交流的時候呢 其實天象星的內心還是有一把尺的喔 畢竟它也是會幫自己設定好規則的 所以呢在這個人際往來交流的部分 在我在外面呈現的部分 它一樣會照著他心裡面的這一把尺來好好的行走 所以你會發現天象星的人在外的展現 一樣是不錯的 一樣是很能夠社交的狀態呢 最後一個叫做五曲心 我們知道五曲啊 它是一個很務實的心耀對不對 當五曲心出現在你的遷移工的時候 你當然不能說因為是財心 所以我出門就會有錢嘛 不是這樣子的喔 因為它是有一個務實的態度在 它願意好好地去展現 它那一種不怕困難的決心跟狀態喔 所以你會發現當五曲心出現在遷移工的時候呢 這一個人不管他是在外的應對進退呢 他都會有一個很務實的狀況出現喔 你會覺得他很願意認真的一步一腳印的去做 從事散發出來 他想要讓你看到的那一面喔 當然因為他的內心也是非常的務實的喔 那如果老師啊 那個五是雙星啊 那我應該要怎麼解釋呢 雙星對於朋友初學的朋友來說 你就把剛剛介紹的這一些主心的特質 合併起來一起看 兩顆心一起解釋加起來 就會是有可能你內心的想法 跟你呈現出來在外面的狀態喔